欢迎来听好说 咱们今天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国内的婚恋圈子中 选择女性配偶有一个公认的不等事 按照婚育条件来算 未婚女性大于离异无孩 大于离异带孩 大于离异带儿子 这一观念是如此的深入人心 以至于不到万不得已 男方是很不愿意娶一个带儿子的女性 万一真有想事实的 只怕父母亲友就得苦口婆心的劝 给别人家养儿子真的不行啊 咱且不说战玩儿说出来是不是好听 反正是带玩儿的女性 特别是带儿子的女性 在国内的婚恋市场上确实处于劣势 这个属于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一情况在美国 几乎不存在 这就很有意思了 首先讲清楚一点 美国人中国人都是人 大家在择偶方面的要求 其实是大差不差的 都是喜欢颜值美的 身材辣的 收入高的 性格好的 但是在于对方是否有孩子这方面 美国人呢几乎是毫不在乎 不在乎到什么地步呢 美国的离婚率比较高 而且大部分情况下 离婚的时候呢 女方更容易得到孩子的监护权 这就导致了在婚恋市场上 带孩子的女性一抓一大把 只要这部分女性再次结婚 那就意味着 当后爹的男人也是一抓一大把 那为什么当后爹这事儿 中国人在乎 美国人却不在乎呢 莫非是因为美国人更加的心胸宽广 不在乎习当爹吗 非也非也 我说过很多次 所有的社会问题归根到底 不过就是经济问题 美国人不介意当后爹 原因也是如此 咱们不能否认 在中国当父母是真的责任重大 从出生开始 带娃 入托 上学 补习 中考 高考 买房 结婚 简直能够累得心力焦脆 有很多人呢 连自己的娃都累到不想带了 天天需要默念 亲生的亲生的 逼自己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让人家去带别人的娃 一般人实在撑不住 但是美国这边没有这种风俗 父母的责任比中国父母轻多了 玩生下来以后呢 那简直就像一个玩具一样 带着玩 不想鸡玩呢 直接扔到公立学校 接受13年义务教育 之后要么工作 要么大学 你别说买房子 指望爹妈掏钱了 就算你上学 大学的学费 也是玩自己被贷款的 父母没有压力 咱不说穷人家 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 是跟着他的外祖父母长大的 家里可不穷 结果上学时候的贷款 整整还了21年 是选上了美国总统前的4年才换完 差点背着学贷当总统 更何况 美国还有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 抚养费制度 亲爹虽然没有抚养权 可是抚养费不能不交 孩子每个月都能从亲爹手里 拿到足够的钱 完全不用当后爹的操心 所以在美国给人当后爹 真的就家里边多一双筷子 不多一副刀叉的事 所以美国男人给人家当后爹呢 毫无心理压力 选择配偶的时候 对方是否带孩子 几乎是完全不影响他们的选择 心甘情愿给人家当后爹的 实在太多了 多到几乎成了一种文化 如果大家在Amazon上搜索 父亲节礼物 千万要小心 因为其中有一个类型的礼物呢 是专门送给Bonus Daddy的 Bonus Daddy英文中的意思呢 就是奖金意外收获 而Bonus Daddy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后爹的甜蜜说法 意思是有你给我当爹 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收获 意外惊喜 这种礼物太多了 汗牛冲动 我随时给翻译几个 大家感受一下 你没有给予我生命作为礼物 但是我的生命中有了你 是我最好的礼物 父子情原子爱 而非DNA 我不是出自你身体的那部分 但你永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最强厚爹 感谢你容然我亲妈 父子情永恒 原非出自血肉 而是源自真心 谢谢你 是我如己出 此处温馨提示一下 各位如果是想给亲爹买点礼物呀 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 上面有没有写英文 万一写了 仔细读 你千万别掉到坑里 毕竟在中国 就算是心甘情愿给人当后爹的 也不会愿意穿上这种T恤出去 到处嘚瑟 嘿我给人当后爹了 你这玩意怎么看 怎么像是有点骂人 对吧 但是在美国的文化范围中 他们真的就这样 招摇过世 颇为自豪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微信公众号 nestalk好说 可以获取本节目的文字版 有需要的亲 可以一步 感谢来听好说 如果你觉得这节目还有点意思 拜托支持支持 给我捧个人场 点点赞哦 您关注一下吃不了亏 订阅一下上不了当 好说好说 咱们下期再会